多国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 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对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 维护地区稳定都有积极意义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点建议 很有现实意义 切中要害 有助于停止阿富汗战乱 还能防范外溢风险 不仅有利于地区国家 对世界也是有益的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 敦促阿富汗有关方面 坚决打击境内恐怖组织 这也体现了上海组织 其他成员国和地区伙伴国家 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关切 这是上海组织发出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 应由阿富汗各族人民 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 国际社会应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 作为阿富汗困难局面的始作俑者 某些国家应对阿富汗未来发展 承担应尽责任 多方对此表示认同 习近平主席所讲的非常正确 美国等西方是造成阿富汗满目疮痍的始作俑者 他们对阿富汗和这个国家苦难的人民 是负有责任的 习近平主席的看法展现了中方的智慧 干涉他国内政从来都是无意义和危险的 只会让局势变得不稳定 只有本国人民和适合自己的机制 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 阿富汗问题也是如此 阿富汗即将正式组建的政府 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包容性政府 代表阿富汗所有人民的意愿 这是阿富汗恢复稳定的第一步 阿富汗的事情应该由我们自己做主 过去20年 阿富汗遭遇的战乱危机 就是因为外来干涉 我们想要自主掌握国家的前途命运